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那么中共当局系统的谋杀法轮功学员 已盗取他们的器官牟利的罪行 现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揭露真相的声音也不断地从各种渠道传出 不仅有中国大陆器官遗址者的亲历指证 也有海外良心人士的分析和质疑 7月27号 美国国家评论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 《谋杀法轮功修炼者做艺术》的文章 文章指出国际人体展览的一些遗体 可能是来自被谋杀的法轮功学员 而他们的器官在塑化之前也可能被拆取 这篇文章是由美国探索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 生物伦理学和文化中心顾问律师 作者 魏斯里·史密斯所写 史密斯在文章中说 他从来没有把实体展与法轮功学员联系起来 然而当他看到伊桑·葛特曼发表在《旗帜周刊》上的题为 展触中的遗体文章之后 确实感到非常的不安 史密斯援引展触中的遗体一文说 老年女性法轮功学员耐心的告诉我 展览的遗体是法轮功学员的 令人发指的展触以博人们娱乐 我忽略了他们 我想这太耸人听闻了 但是在维也纳我注意到 从某些展触的塑化身体上 肝脏和肾脏似乎不见了 是否可以认为 他们把这些身体做了双重用途 器官在塑化之前被摘取 史密斯表示呢 有一点无可置疑 那就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取了 但他们是否被塑化了 葛特曼认为 此事仍值得追查 找出在中国大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真相 史密斯说 尸体斩的背后 可能存在着大规模的屠杀 那么继新华社的记者 王文志7月初 在微博实名举报 华人集团董事长宋林之后 广东的新快报的记者刘虎 7月29号 又在他的个人微博上 实名举报中国大陆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副局长 马正奇 指称马正奇呢 在担任重庆市常委 还有万州区位书记期间 有严重的独职行为 已经涉嫌构成犯罪了 刘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 发表欲请中纪委 对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 停职调查的文章 他说2003年重庆万州区价值2000多万的国有企业 万州区乳丰乳业有限公司 以170万元被私自售出 那么万州区商贸委发现之后 上报给时任区位书记的马正奇 但是马正奇批示说呢 木已成舟 为此 刘虎认为 这个马正奇严重毒职 已经涉嫌构成犯罪 他呼吁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能够对他展开停职调查 目前刘虎在新浪博客还有微博上的检举内容 都已经被删除 不过他检举内容呢 已经被网友不断的转贴和转发 当前这个工商总局 还有中共重庆市委 以及马正奇本人 都没有对有关举报做出任何的回应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期的时事禁闻